到这我就特别好奇啊 你说这些被抽了真空的蔬菜 后来怎么样了呢 估计跟我一样好奇心爆棚的人也不少 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啊 怎么买菜怎么囤菜 几乎是家家户户的共同话题 说实话啊 这也是一个让人非常挠头的话题 比如说你看这菜 我是抢到了啊 可是该怎么囤呢 特别是那些绿叶菜 几乎它过夜就会变黄了 都辜负我抢他们时花了那么多的心思啊 要不怎么费那么大劲给它抽真空呢 对不对 这国际大牌都没享受过这种待遇 我跟你讲 好了这问题来了啊 买来的蔬菜怎么能够保持更久的鲜活呢 偏方怪方咱们先放一放 来看看上海市消保委员会的官宣存菜的方式 这首先呢就是叶类菜的这个保存啊 他们保鲜的关键呢就是一定要锁水 绝大部分的叶菜呢是洗凉的蔬菜 适合存放在零到四度 也就是这个冰箱的保鲜层的温度 但是呢您不能直接把这个菜扔在冰箱里就不管了 放之前呢需要做一些处理 比如说卷心菜的菜心啊 水分含量特别高 就比较容易腐烂 如果一顿吃不完 咱可以给它切成两半 用菜刀呢将菜心给它挖掉 那塞入沾湿的厨房纸巾 再用报纸包裹住放在阴凉的地方 这样做呢有利于去除卷心菜菜心当中的部分水分 也可以采取冷藏或者是冷冻的办法 像菠菜啊大白菜啊葱啊这类直肠方形的 食肠形的这个蔬菜 以直立的方式进行冷藏 能够较长的维持新鲜度 你就让它站着是吧 对给它立那儿储那儿 对还有红薯啊土豆啊萝卜啊洋葱啊脸偶山药这类 一般的不需要放在冰箱里 只要晾干 你存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了 也可以给它们包上一层报纸 存放在阳台的闭光处 这土豆呢可以和苹果放在一起 这苹果呢会散发一种植物激素叫做乙烯 就这种植物激素能够抑制土豆发芽啊 还有胡萝卜啊存放的时候 把那鹰还有表面的须子都给它摘干净了 因为它会消耗掉胡萝卜的营养和水分 西红柿成熟的温度呢是15到25度啊 保这个常温保存的时候呢 可以把这个地头朝下 然后用报纸呢是一颗一颗的给它包好 放在烟凉处 采取这个冷藏或者是冷冻的办法 可以保存的更久 军箍类呢保鲜器是比较短的 可以用厨房纸巾吸掉表面 多余的水分之后 将整个没有洗过的军箍啊 放在纸袋里边 那封闭好放入到冰箱再冷藏 该说到肉类了啊 这关于它的保存要点就是啊 如果买的大块的肉 这一次性吃不完的话 可以呢把它分成小份 分别包好属存 每次呢只需解冻能吃完的量就可以了 因为肉类啊 最好不要反复的去解冻 风味还有营养损失都会比较大 而且呢更易微生物来滋生 有关鸡蛋的保存呢 各位年纪好了 应该是尖头朝下 能让蛋液呢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因此呢这相对来说 它就不容易腐坏了 还提醒一点啊 放进冰箱的时候呢 应该把这个鸡蛋啊 连同包装盒一块放进冷藏的最里边 而不是门上 因为有的时候你开门关门 温度变化再加上你一阵 会影响鸡蛋的质量 哎呦你看 由此看来啊 冰箱在这段日子里面 发挥的作用呢实在是太大了 但是呢这还不够啊 咱们必须啊 还要挖掘它们更多的特性和功能 是啊 比如说冰箱里存储食物 应该遵循生熟分开的原则 冰箱的上面你可以放剩饭剩菜 熟肉牛奶啊酸奶等等 那冰箱的下层呢 咱们放生的蔬菜豆腐等 还有需要这个化冻的生鱼生肉 以及生鸡蛋等等 那咱这冰箱门肉放的啥好的 适合放奶酪啊 调味酱啊 芝麻酱啊 还有虾皮海米等等 就是贴着这个冰箱的后臂 那是温度啊最低的区域 适合放置豆制品海带 马上要烹调到肉类等等 但是呢不适合酒醇的蔬菜啊 因为这个蔬菜可能会受到冻害 怎么样各位 听到这儿 大伙是不是有点恍然大悟的感觉 这冰箱用了好几十年了 原来还有这么多 我们不知道的说道呢 那可不 这份知识啊 不仅现在有用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觉得都是必不可少的啊